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开高 最终上涨了60点 指数来到了16134 成掉量是量缩在2113亿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昨天大跌对不对 我真的跟大家讲过了 卖压平均而分散 其实卖压并不重 昨天是外资故意趁势在打压台股 卖了280几亿 在卖什么 当然是卖大型全资股啊 台基电 联电 日月光 还有金控股 可是个股的部分 其实卖压很轻啊 因为昨天没有跌停板的股票 就很奇怪啦 昨天涨停板股票还有6家 昨天跌3%以上的公司 也不过才140几家而已 所以昨天你看到 指数跌200多点 280几点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可是看自己的股票 那也没办法拨到 这支也没办法拨到 那支也没办法拨到 自然而然 卖压就减轻很多了嘛 你看昨天融资才少3亿而已 所以今天行情一开盘之后 一开盘就开高80点 最多涨了126点 但最后剩下涨60点 因为成交量2112亿 大家对于昨天的行情 心里面还有点阴影存在 所以导致于不敢追 舍不得卖 可是也不敢追 航情才会涨了126点了 又稍微被压了回来 你如果心里面真的会有疙瘩 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讲座 来听啦 礼拜六早上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这次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第三季财报的标股 第三季财报的标股 目前全球都在超级财报 都在超级财报的时候 个股其实是最重要的 美国股市礼拜三 被拜登政府偷袭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对 忽然间把门关下来 让企业界认了一下子 那昨天费城邦谈就已经止跌了 费城邦谈 所以礼拜四晚上小跌0.5% 台子期夜盘已经涨15%了 所以礼拜四晚上台北股市 加全指数台子期的部分 已经不跌了 那已经不跌了 你知道礼拜五间 美国股市收盘后 两家重量级的公司发布财报 哪两家 英特尔 英特尔财报发布完之后 股价马上大涨7% 另外一家是亚马逊 也是重量级的 亚马逊是全球前五大的公司 亚马逊财报发布完之后 股价盘后大涨了5.3% 所以从美国到全世界 到台湾都一样 现阶段的重点都在各股财报身上 所以指数固然重要 可是你的输赢是在各股 除非你做台子期 你如果是以操作各股为主的 输赢是在高票行凶 尤其在发布财报的期间 到11月15号之前 所有第三季财报 全部要发布出来 那发布财报期间 有个诀窍 去管的就算利多 也会变成利多的处境 你看这两天台光店发布财报 前三季赚了一个股本 可是已经涨那么高了 去那四百几块 昨天大跌7% 今天又跌5块半 大盘涨120几点 财报利多 顿多半 为什么 百几块去那三百五十几块去 最高去那三百五十几块去 股价早就把这些财务的利多 早就呈现了 所以反而发布财报 变成利多出境 你看另外一家 威刚 威刚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昨天打到快跌停 今天又大跌3.5% 所以已经涨高的股票 就算发布利多 你也不要再去碰了 你要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贪大钱 要不然会去 到时候财报一发布出来之后 它就会顺利的走出一波 补涨行情 我们这边三年演讲 我就要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礼拜六早上台南下午高雄 礼拜天下午台北 超级财报的标普 超级财报的标普 我还没说太多 高价讲个两档三档 中价位说两三档 低价的股票说两三档 你要做高价有高价的选择 你要做中价位的 有中价位的标的 你喜欢做高价的 我也说两三档给你参考 那你再从里面挑个两三档 你喜欢的 这样就好了 不要太多 太多财产的 太多财产的 现阶段重点就在超级财报 11月15号之前 大概还有两个多礼拜时间 重点都在这些个股身上 你知道报名专线的 你可以一边打掉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好 昨天台北股市 落280几点 应该有下到一点 可是昨天 大多数的股票 都小跌一趴两趴 所以卖压其实不重 那今天大盘一度涨126点 OTC 涨了1.27% 可是还是有一些股票在跌 所以 不是说大盘涨值 个股就会涨 不一定 大盘跌 个股也不一定会跌 你看 三级第一号 不是标到就你们看 是 标了140几%了 嗯 三级第二号 也标了115%了 大盘有冲出去吗 要卖嘛 可是三级第一号 三级第二号 都已经去超级一倍以上了 三级第三号 我最近一直提醒你 一号没得到的 二号没得到的 三级就开始上单了 你看最近 三级第三号 我们上边英国就有说了 这个礼拜连涨4天 尤其今天盘中一度大涨到5%多 整个喷出去了 整个喷出去了 有来听英国 有买的吗 我们会儿都有买的 对 三级第三号开始在喷出去了 没落费 三级第四号 还更厉害 三级第四号 短短八个交易日的时间 已经涨了47%了 所以都用基础 老 冷静 个股一路飙出去 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不对 已经进到选前三个月了 这边是可笑啦 国际很乱 一下子欧洲战争还没结束 中共那边战争又起来 然后美中贸易战门槛又一直在射 所以把台北股市 加权指数 给拖住了 可是政府护盘的动作 也没停在啊 政府一直在买一直在买 大半 如果我将持有不走 我先去个股路走 所以个股一档一档一直在发动 三级一号 三级二号 三级四号 一支一支一直噴出去了 其实国际油价在大跌啊 四天国际油价跌了八% 快到九% 这个对于股市来说 都是正面的 现在只要国际一回稳 开始从底部出发的股票 会越来越多 所以不要让我没想 不然你会听英港 英港会中 我把超级财报的个股 一档一档 跟大家分享 让你接下来 后面两个月 在超级财报行情里面 赶快赚大钱 找底部的股票 赚大钱的个股 净贵净贪金 所以这边的英港 绝对好康的 你如果知道电话的一边报名电话 一边听我说 台积电今天 欺两块 昨天跌好多哦 昨天跌了十块钱 今天涨了两块钱 今天涨了两块钱 给你上官网五百三就拉到 我们五百五就跟你说了 五百五就跟大家讲了 台积电欢赚了哦 要赚要赚 对不过台积电涨到 五百五十六 那这两个人苦耐 今天又有五百三十六啊 你五百一十五买的 五百二十买的 五百二十五买的 也都赚十几块钱的啊 是不是 台积电 如果 五百五十六 再过关 会穿到六百块钱哦 你有台积电呢 不要叫它税 连电这两天再回档 原本就是这样啊 行情起起落落 大涨小回大涨小回 我在那四十四块四十五就能说了嘛 这一次政府护盘的指标 田电啊 你看我讲完之后 田电对四十四块 起到四十九块 嗯 啊台积电比较贵 电电比较烧 你随便买 四十四四十五 都没得起啊 嗯 你要买个一百张 五百张一千张 都能够供应你啊 电电没关系结束哦 昨天外资大卖两百八十几亿 也有卖联电 可是政府持续加码联电 短线指标让它整理完之后 后面会再穿哦 啊后面会再穿哦 连电是要去三倍 嗯 它的底部距离 三倍的幅度 往上加 你知道它会去到哪里了 啊这边参加的股票 哦 最后标 一后 一金标一百四十几%啊 很多人有买 我知道 我虽然没有开牌 可是很多人知道 我英港贵牛 一问 选去第二号什么股票 嗯 大家都一口同声讲 啊就那支啊 是 啊就那支 很厉害那支啊 嗯 对 啊有没有 是 局所也蛮多的啊 大家都高高兴兴啊 啊选去第二号 什么股票 知道吗 嗯 大家也都知道啊 是 对 啊有没有 也有很多人买啊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啊 那你不买我就没办法了啊 天天讲天天讲你还不买 我就没办法了啊 我们上边的英港 说第三号 所以上边的英港 有来听的人 我没有啊 我都公开跟大家讲了 要不买去公开讲了 你看这个礼拜大盘回 三个第三号 连标四天 将你大起五% 整个喷出去了 嗯 啊整个喷出去了 啊三个第四号 光是最近八个交易日 标了47% 啊标47% 其实我是更看好第四号这支 是 第四号这支 今年基本上太强了 今年美股获利 高达六块钱以上 六块钱搞不好还是低估哦 因为光是 前七个月 就已经四点三了 前七个月四点三 后面又五个月 五个月月基 假设每个月只有三毛钱 三毛钱 真的很低估哦 就算每个月都三毛钱 也有六号银啊 那如果每个月都五毛钱 那两块半就七块钱啊 现在北比赛 五倍多 快接近六倍而已 所以三期第四号 虽然标了47%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 我们现在会员在等 老师会再买买 第四号会再买买 我又不是主力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主控一支股票短线的波动 可是我们可以掌握 它的一个大波段嘛 那我只能讲 有轮我们就准备 有轮我就带你们准备 第四号什么股票 我等于演讲会 我也在里面说 所以这三堂讲座 礼拜六 早上台南下午高雄 礼拜天下午台北 这三条演讲 特别精彩 尤其超级财报的标股 未来两个半礼拜 未来两个半礼拜 全部都在超级标股身上 都在超级财报的个股身上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算进来报名 等会卡了拜 好的谢谢老师 何谣老师坚持只做 底部机优旗涨股 做股票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想要掌握第三季财报标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何谣老师这个礼拜的三场讲座 记忆部内容 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各股表现 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一定要在行情发动前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想要知道财报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机优好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何谣老师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主题就是第三季的财报标股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50%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何谣老师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掌握第三季财报标股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谣老师这个礼拜的三场讲座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你们一边打电报名 一边听我分析 礼拜六早上台南下午高雄 礼拜天下午台北 超级财报的标股 我也没说太多 高价讲了两三档 低价讲了两三档 中价位也讲了两三档 那你们再从里面去挑 你喜欢的股票 竟两三档就好了 未来两周全球超级财报是重点 你要找这种赚大钱 还相对在底部要没去 到时候数据一发布就冲出去 你等到数据发布你才想买 没乎了 人家的车都塞完 都已经开出去了 你才想要跳车 那就很危险 所以你要在车子还没走之前 你就要先上车坐好位置 等到车子一发动之后 你就开始赚大钱了 所以这边的港一定要来听 今天盘中涨了126点 其实有些股票根本没下来 你看2404的汉塘 今天穿了244就是了 今天盘中 最多起了7块钱 我们215 220研究报告就带给你了 你随时买随便买 大盘就算修正 他也都没来 今天大盘一回稳 马上就穿出去 吴城市是去年跟今年连续两年 国内高成长的产业 而且是连续两年的大成长 你看这里面 亚翔早就飙翻了 5536的盛辉 也涨很多了 唯独最赚钱的汉塘还没叮当 汉塘间正是站上了10个月的大底 景线 这随时也穿哦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买汉塘 是 密集报告有送 有没有剖刀哦 今年一股赚到25块去 今年一股赚到25块钱 昨天下午 环球镜的动作也出来讲话了 他昨天说 客户的存货已经降了差不多 市场需求开始回温了 现在开始出现极单的效应 那估计第四季的业绩 会跟第二季第三季 不相上下 什么意思 他第二季赚了11块钱 第一季赚了11块半 第三季的业绩 又写下单季新高 所以环球镜今年光是前三季 应该34块钱跑不掉 那如果第四季又跟二三季一样 今年一股44块 45块糟没去 去年35.5 已经是获利历史新高了 今年从去年的35 直接跳到45 股价等于比才10倍而已 所以老板讲一句话之后 今天一开盘 很快就涨了14块钱 所以老板说一句话 胜过千军犯 所以你要找这种 贪大钱 又在那底部的股票 在行情还没有动的时候 就要开始慢慢的卡位 航空股也不错啊 最近油价在峰跌 油价峰跌对航空股 是最大的利益 那华航、长鸿航 今年业绩都写历史新高 尤其第三季的营收 创下单季新高的记录 这边贡价很轻敌 那价格跌很深 业绩又大好 你知道接下来下个礼拜 双11购物节对不对 双11购物节 人家买东西都希望能够在 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货物拿到手 所以在货运的部分 空运的鸡丹 目前在抢位置 而且这些空运鸡丹的报价 都比一般的运费 整整高出了一倍 所以今天 华航、长鸿航也都大涨2%、3% 这价格的白笔都像5倍、6倍而已 也都是5倍、6倍的白笔 所以财报即将发布 有高价的 有中价的 有低价的 重点是 起罐不要去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一支一支慢慢来买 生技股这两天开始动了 我没时间讲了 生技股也是有话题的 最近政府政策行政院 也推出了一个 生技的策略 生技的一些重要的动作 我刚才演讲会中跟你们讲 哪些生技股 在选举行情里面 也是重头戏 所以这些人很精彩的 礼拜六早上台南下午高雄 礼拜天下午台北 超级财报标股 把他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想要掌握第三季财报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成长股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彬老师这个礼拜的三场讲座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林和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行情已经进入选前三个月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复制 选举第一号大涨145% 以及第二号大涨115%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彬老师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主题就是第三季财报标股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选举第一号 以及第二号 接下来的选举第三号 还有第四号 千万不要错过了 只要来到会场 何彬老师就会告诉你这两档股票哦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事部等人的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